北加州空曉校友會 舉辦二零一七年公園野餐戶外活動 邀請校友及親友們一起酗舊 並認識新朋友 那麼駐舊金山辦事處處長 馬忠林康麗 灣區喬教中心主任吳玉華 以及到訪的大觀五級團長曾兆勳 還有團員和眷屬們 一共上百人歡度了愉快的週末 北加州空軍子弟 小學校友會舉辦二零一七戶外野餐活動 現場國旗高掛 艷艷高照 大家端著食物席地而坐 相當愜意 出席同樂的住舊金山辦事處處長 馬忠林 首先向大家致意 北加州空曉校校友會 現在大概已經有了五百五十幾位校友 分佈在舊金山灣區的各地 而且每一位都是我們飛虎的後裔 每一位各個大家都有秉承著這個各位 父子輩的這種軍人世家忠貞愛國的高尚的情操 過去多年來一直在我們的舊金山灣區大力的支持 我們各個社團所辦的各種的愛國活動 當天主辦單位也準備了豐盛的餐點 讓校友及親友們在春暖花開的季節 一起叙舊並認識新朋友拓展生活圈 會長金衛群感謝大家的共襄盛舉 也歡迎從台灣遠道而來的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大觀五集 希望大家能盡情交流聯誼 我們空曉上半年度的園優會 一向就是在這個公園裡面讓大家開開心心 玩樂一下 我們下半年度會有一個空曉年會 今年的年會 我們將擴大舉行 在喬教中心有各級長官都會來 那麼所以今天的活動也對我來講 也是請大家來做一個暖身的活動 美國加州排舞協會帶來舞蹈演出 炒熱現場氣氛 隨後並帶領現場僑胞一起學習舞蹈動作 氣氛相當歡樂 另外還有卡拉OK歡唱 大家輪流上台高歌 空曉因為有特殊的歷史 大家閉路藍綠 感情特別深厚 凝聚力強 如今相聚一起重溫舊夢 格外溫馨 台灣宏觀電視黃本出 美國聖河西採訪報導